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清代的旗人 比起民人来说 要遵守很多朝廷的制度 那么在这些制度的指导下 就会有很多常规活动 您比如说吧 这三年一笔钉 三年一选秀 这说的呀 都是普通旗人 按照旗人们的说法 这些人呢 统称为外八旗 那么相对于外八旗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内务府三旗 又被称作内三旗 那么这内务府三旗都是什么人啊 这内务府三旗啊 是上三旗的包衣奴才们 咱们都知道 这上三旗啊 归皇帝直属 他们分别是整皇香皇和整白旗 关于这个上三旗的行程 咱们在讲堆滚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今儿啊 咱就不掰着这事了 今天咱们这段书 主要聊的是 这上三旗每年都要举行的一次大事 什么事啊 就是月选宫女 很多好朋友心中啊 都有一个误解 认为这个选秀女啊 和选宫女是一码事 其实啊 它不是这样 这月选秀女和月选宫女啊 是两种不同的系列 并不是像很多好朋友想的那样 这个选来秀女之后啊 先皇上挑 皇上挑完了之后呢 给成年的皇子挑 皇子再挑不上啊 得了这帮丫头啊 都集中到后宫 去干操伙 成了宫女了 不对 这清代啊 它有明文规定 普通奇人之女 是不能做宫女的 这宫女啊 只能在包衣啊哈当中 阅选出来 那选谁的包衣啊 那只能选皇上自个儿的包衣 这其他的八旗王公 家中也有包衣 这种包衣啊 叫王包衣 根据清情组织 这些人家庭当中的女子啊 不参加三年一次的 月选秀女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女孩啊 得留给这些八旗王公 家里做侍女用 当然了 不是都作为侍女啊 也是要经过挑选的 这个挑选宫女呢 和挑选秀女的基本流程 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这挑宫女啊 是一年一挑 所以啊 她没有年龄段 她不像选秀女 说是从13岁至16岁的 士陵八旗女孩 进京来 月选秀女 既然这挑选宫女啊 她是每年都挑 所以呢 她只选择了一个年龄线 凡是满13岁的 内务府八旗的女孩 必须参加宫女月选 这些内务府三旗的女孩 到了13岁以后 就要造册送府 当然了 这个府啊 指的就是内务府 提交宫殿监督 领侍卫 干嘛呀 等见 也就是等待月选 经过月选以后 入选者要留宫 这不叫留牌子了 其余的呢 随父母回家 可以另择婚配 这八旗的选秀制度啊 已经很严格了 这选宫女的制度呢 就更加严格 您看啊 自乾隆年以后 八旗的选秀制度 逐渐的放宽 虽然这八旗女子的婚姻啊 还需要报备 但是 已然不是像青初那样 每个家庭的女孩 都要进京来 月选秀女了 但是 这选宫女可不行 这友情一代 制度就从来没变过 内务府八旗的女孩 无论贵贱 凡够13岁者 必须参加月选宫女 您比如说吧 都是内务府三旗 这个人呢 他是个小杂役 在黄庄上喂马 一个月呀 就关一连五的钱量 哎 这个人的女儿 够了13岁 也要进京 来月选秀女 再比方说吧 曹月琴他们家 江宁之灶的干活 那富可敌国呀 哎 你们家的女孩 够了13岁 也得进京 月选宫女 人常说 这《红楼梦》啊 是曹月琴 结合自个儿的生活写的 可这个原非 省亲这块啊 绝对是吹牛屁呢 因为这曹家呀 这绝对不可能 有这么一个选秀入宫 进了宫就能当娘的女儿 他们曹家 可是整白旗内务府 包衣出身 参加选秀 直接当娘娘 还没那资格 也只能是以 月选宫女的身份进宫 当然了 后来很可能会 宫女上位成为嫔妃 不但成为嫔妃 就算是做了皇太后 也是有可能的 这有清一代呀 不是没有 咱们一会儿再说 这清廷啊 当年对此事就有规制 凡未经月看之女子 及济明之女子 私乡聘嫁者 自都统 参领 左领 及本人父母族长 皆分别一处 这里边所说的月看 就不光说的是秀女 也包括宫女 和其他王朝比较起来呀 清代对宫女的态度 还算是温和的 因为这些宫女呀 不但每月有月利盈 到了年节呢 有犒劳还有恩赏 最为关键的是啊 这些宫女在宫中 服务到25岁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婚配了 并且呀 无论是在哪个宫中退休 当宫的主子呀 都会另有一番恩赏 尽管如此啊 您记想去吧 13岁入宫 25岁出宫 这古人寿命普遍都短 其实这十多年啊 应该是这位宫女 人生最好的十几年 那么就这样 白白的浪费在了宫里 对这位女子而言啊 那也是人生巨大的悲哀 好在不像白居易诗中 所提到的 玄宗末岁初入选 入食十六金六十 素空房秋夜长 夜长无媚天不明 少一苦老一苦 少苦老苦 两如和 您听听呗 听着就难受 这个呀更惨 这一辈子就留在宫里了 那么通过 月选宫女进宫的女孩 有没有可能 以宫女的身份上位 一下子得到皇上的宠爱 就成了嫔妃的呢 这个当然有了 那个愤小的呀 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捡大个的来 您就比方说吧 这德非乌雅士 后来的孝公仁皇后 雍正皇帝的妈妈 那就是内务府 左领下人出身 初入宫时啊 就是个宫女 就因为啊 是个傻白甜 所以这康熙皇帝 十分宠幸 唧啦呱啦 生了一堆孩子 最后啊 还有一个儿子 当了皇上了 就是那个雍正皇帝 印真 还有吗 还有 就是这个嘉庆皇帝的妈妈 令妃娘娘 就是后来的孝仪淳皇后 那也是以宫女身份金的宫 她是满洲整皇旗包衣 孝仪皇后 也是非常受乾隆皇帝宠爱的 咱们不从别的地儿看啊 就广从这个孝仪皇后 为家事 给这弘历 也生了阿玛多的孩子 您就能看得出来 也是一拉六 生了一大堆 您比如这个永远 还有永禄 永林 广儿子就生仨 还有两位女儿呢 一位啊就是孤伦和静公主 再有一位呢 是和硕和克公主 所以说这宫女儿干好了呀 二十五岁 平平安安的回家嫁人 在这期间呢 也保不齐弄个娘娘当的 说书嘛 有话则长啊 无话则短 今天啊 咱们就到这儿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咱们要说说呀 这八旗的 祝房君了 优优独播剧场—— mechanism 肯定答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